盆又大了 我给业主的建议是第一换个盆 第二就是拆盆 商家说没有80刚好的盆 81 82都是正常的 找80的找不到 最后达成协议 拆盆 商家出100块钱费用 这次拆盆不是特别好拆 为什么呢 因为它拆的少 只拆了有一公分 所以说不一定能拆到选控的地方 它就比较厚 比较难拆 我感觉这次这个盆硬度挺硬的 不像以前的盆 密度不是特别的厚 这次的盆挺硬的 这个盆的尺寸是81个半 里面的内控是80个半 就是80个半多一点吧 就是大了大概一公分左右 拆成成品是80个3 这个盆正面材反面材竟然没拆掉 一般情况下 只要是空的 应该掉了 用扳手慢慢的敲掉 脚膜机加水 一定要用塑料纸包住 要不然很容易触电 这是装好的效果 裁则基本上差不多 有个两三毫米的缝隙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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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